嘿 大家好 我是Minec 叫我A夢 火我A夢 那今天呢 是我們這個24-3的推薦表 那如果說 你有看最近這幾個月的RANK推薦表的話 那應該知道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沒錯 該來一下大家應該也已經猜到的那個啦 就是我們的 Surfshark VPN 你是否曾經因為IP的問題 沒辦法看到其他地區限定的影集 沒辦法買到地區優惠的遊戲 沒辦法登入各種海外的遊戲呢 只要有了 Surfshark VPN 在APP中選擇日本 只要輕鬆一點 一轉眼就成功登入日版公主連結啦 熟練的掠過掠過再掠過就可以看到 是年齡分級的限制 但是沒有關係 這就是 Surfshark VPN 的優勢了 只要一個帳號 各種平台 各個裝置都可以使用 光速下載Windows版 再光速下載DM 桌面端軟體 安裝日版公主連結 再次光速掠過 從6月1號到7月4號指 Surfshark 將提供訂閱用戶免費使用 Antivirus 記得等6月1號再進行下單 才可以獲得免費的訪讀軟體喔 不只如此 Surfshark VPN 有30天保證退費機制 讓你有足夠的時間 無風險的適用 現在只要輸入我的專屬優惠代碼 即可獲得17折以及3個月免費的優惠 入坑日版就靠這次 來試用看看 Surfshark VPN吧 OK 那接下來呢 一樣會稍微提一下這份表格的注意事項 然後呢 會看一下這一個月搭的裝備 我自己個人的評價 只有再建議一下 這個月可以怎麼樣農裝備 那因為這個月是上24-3啦 所以會需要農的裝備比較多 也是比較棘手一點這樣子 好 那首先呢 先來看到這個表格使用的注意事項就是這個部分啦 那其實呢 勾著連結的玩家 我自己個人大概會分成三種玩家 就是超級認真玩遊戲的玩家 那如果說你是這種類型的玩家的話呢 你要嘛 自己寫軸 那你要嘛 要抄別人的軸的話呢 那就是 先把所有的角色都卡在上個月的練度 然後等到看到作業的時候 再把角色拉到對應的練度 那對於這樣子的玩家來說 這一份推薦表格可能就相對沒有這麼好用 但是這種玩家最辛苦的是 你在作業一出來的時候呢 就要非常去關注作業 你要非常關注各個網站 然後大家有分享出來的作業 然後來去決定你角色最終的練度這樣子 那再來呢 第二個呢 是稍微有點認真在玩這個遊戲 但是主要還是休閒 大部分的老玩家 不然我自己應該都是在這裡 那如果說你的練度剛好 誒 剛剛好可以按這個手動刀 那可能有可能會稍微測一下 稍微練一下 但是大部分呢 都還是以Auto為主 傷害不要太差就好 那這份表格就是相對比較適合這樣子的人啦 我會簡單的看過所有的角色 然後呢 標示出哪些角色可能會比較需要卡 然後哪些角色可能我覺得生蠻沒有問題 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喔 那如果說你是超休閒玩家的話 那其實你的練度也就隨便啦 反正你如果沒有非常在意傷害的話 也就還好 好 那再來來看到這一個月的表格的部分呢 那這個月呢 其實大部分的角色都可以直接升上24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那這邊就分開來一個一個來看 首先是坦克的部分 那所有的坦克呢 基本上雙防跟這個血量都是有增有減啦 那其實右邊三件對於坦克類型的角色來說 呃 不是最理想的裝備啦 因為呃 新的防禦裝備會在左半邊嘛 就是第五件裝 左邊中間的那一件 所以呢 對於大部分的坦克的角色來說 數值的提升可能相對沒有這麼好 只是呢 這一次的這個24-3的右半邊的裝備 其實血量都還算有提升啦 所以我覺得大部分的坦克拉上去問題不會太大 但是呢 呃 拉上去問題不會帶他也就代表說 其實不拉上去也是可以啦 就是 呃 你先繼續在這個23用一個月 其實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呢 坦克部分的角色就是可以先省一點裝備啦 就是把這個上24-3需要的這個裝備呢 平均分擔 分攤開來啦 畢竟 雖然有N3 但是現在的這個角色需要升的裝備的需求量 N3也只是剛剛好而已啦 就是 N3也只是勉強夠 那如果真的沒有開N3的話 真的是沒有得可以升 那再來是輸出方面的角色喔 輸出類型的角色的話呢 主要有兩種 那物理隊的話 呃 主要有兩種裝備啦 一種是暴擊率加比較少的 像這個 呃 狗拳就是穿這種裝備 然後呢 像這個家葉就是這種暴擊加比較少的 那另外一種呢 是暴擊加比較多的 像這個月月的這一種啊 這個加30暴 其實30暴 相對來說還是算蠻多的啦 對於這一個 如果說他是打同等目標的話 那等於暴率直接多了1.5% 穿上去之後就直接多1.5%也是還蠻多的 那這個兩個裝備算說 加的數值量不一樣 但是呢 加的項目都是差不多的啦 所以我都會覺得說 呃 對於輸出角色來說 這樣子的裝備提升攻擊力 然後提升這個暴率都是相當不錯 可以升上去 那比較需要注意的是說呢 呃 日版的這一個月是23-5啦 那台版的話是提前一個月嘛 所以呢 呃 聯盟戰的刀有可能會有那一種 我們需要23穿滿才扛得住 那上24會倒的裝備 我覺得 呃 是有可能有這樣子的手動刀的喔 所以如果說你會在意的話 像這樣子聯盟戰比較強勢的角色呢 就可以選擇先卡一下 先觀望一下這樣子 那再來呢 呃 這個法師相關的角色呢 就是 有 也是有兩種啦 那一種呢 是 呃 升上去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像星黑加暴擊加攻擊 然後四字花加暴擊加攻擊 其實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比較需要注意的應該是說 呃 這個原版的 呃 四字花 然後還有像安娜這種 會搭配星黑使用的角色呢 可以考慮稍微卡一下 就是讓魔攻不要這麼高啦 就不管你是卡專武等級也好 不管你是卡角色等級也好 不管你是卡角色等級也好 都可以 反正三號你就讓他的初始魔攻比星黑還要低 那就沒有太大的問題喔 可以稍微看一下你的星黑是什麼練度 因為每個人的專武等級可能不太一樣啦 所以這邊我就不詳細提 要空哪幾件裝備 你就看一下說 呃 你的星黑 點開來的裸的白質的魔攻是多少 然後呢看一下其他幾隻不要超過他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個 新年四字花他會去補魔攻最高的人啦 所以如果說你有其他人的魔攻 比星黑還要再高的話 那這個剛開始的一兩都會補歪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是這邊要卡的最主要的原因 當然不卡也是可以啦 像我自己是沒有卡的 那大部分的偷籃刀也就這樣打 就可能傷害會少一點 但是就少一點這樣 那再來呢 呃 法師的角色還有另外一種 是像依序這一種的喔 那 呃 依序的話呢 因為依序有穿部分的補師裝備 他不是全部都是輸出類型的裝備 所以呢 呃 他在雙防方面是提升比較多的 那原版的依序的話呢 在PVP比較常遇到的問題 會是打不穿盾 然後導致沒有辦法魅惑 所以呃 這個暴擊率跟這個攻擊率 還是相對比較重要一點的啦 那如果說你在呃 PVP還會用到依序的話呢 卡23滿應該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好 那這一個月大概就這樣子啦 其實有爭議的角色我覺得不多 呃 最近這一年多來裝備搞事的情況比較少一點啦 就比較少那種就是 喔 真的很麻煩 真的要卡很多的那種裝備 現在的公主連結 其實大部分的裝備都是直接升上去 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只是有的時候會有一兩個例外喔 像這個 呃 美美這種 像美美這種 因為美美他畢竟是一個輸出 比較偏向輸出的角色 所以他升上去之後 欸 暴擊率會下降 那就可以 就會選擇先卡 這樣這個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好 那再來呢 來做一下這個練角的建議順序喔 那練角來說的話 卡空裝的呃 呃 這種輔助角色絕對是最優先的喔 因為呃 呃 因為這一次上24嘛 所以rank bonus的範圍變成R23跟24 所以如果說你的輔助角還在22空裝的話 會吃不到rank bonus 那你那個聯盟戰的刀 好 絕對是不用想要用啦 因為 插那個rank bonus 插那個TP上升 插太多了 所以呢 像這種空裝的輔助角色 絕對是最優先的 就是在螢幕了欄這邊 可以看到寫著空的這一種 好 這種絕對是最優先的 直接先把他們升上來 就沒錯 那等到這些空裝的角色都升完之後呢 我會建議可以練聯盟戰的排名比較高的 那這邊的話在我的表格裡面呢 就是上面的這個聯盟戰評價 那這邊你可以選喔 空白就是天下無雙 然後呢可以把這個比較靠前的排名都選起來 然後呢大概就可以先練一下這些角色這樣子 那這個排名呢其實我更新的沒有很勤啦 因為遊戲的環境的變動 然後加上說角色太多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 非常勤奮的去更新這邊的排名跟評價 所以如果說你覺得有哪一個角色怪怪的話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我會看一下 那這一份表格的網址呢 我也貼在資訊欄的地方了 可以參考一下好不好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喔 希望都可以幫助大家更了解每一隻角色 記得要升到什麼RANK 然後呢祝大家農裝順利 那這樣謝謝各位